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猫 我们今天呢来聊聊在吹长笛之前暖身的重要性 讲到暖身呢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身体上的暖身 就是你还没有拿起长笛之前 先去做各种让你身体暖起来的运动 或是动作拉筋这些 尤其是在天气很冷的时候 这件事就蛮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的时间有限呢 那你就得要在你吹长笛之前呢 去做一些比如说像长音啊 这些比较基本的练习作为一个暖身 那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呢 我先来让大家呢看一下我学生练习的一个片段 他有一天呢传了一个练习的片段给我 我看完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先做暖身呢 你有没有先吹一些基本练习 再开始吹这些曲子 他跟我说 呃没有 可是他那个影片呢 他其实已经就是他拍了很多次 他从就是从很多次里头挑了一次呢 他觉得相对来说他觉得比较好的 那他问我说那他前面推了这么久 这样算不算暖身呢 我刚刚讲说哎其实不太算 那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样子不算 那你们先听听看他那次练习的状况 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到低音的地方就会开始有一些音的直地上的不同 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下次呢 去练某一个 就是我有给他的一个基本练习 先暖身之后然后再开始吹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有没有比较好 然后呢他后来呢又传了一次影片给我 那我们先来看看呢他后来有暖身之后呢 他催奏的状况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呢 他的声音平均非常多有没有 这就是我一直讲说 我们其实在练习前 不论是我 或是很多 的长笛家呢 他们在催奏之前呢 都一定会先做 暖身的动作 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你如果 噼里啪啦就开始讲一堆话 你其实会讲不太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 需要 就是先让我们自己的身体醒来 那暖身呢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的 功用 那暖身基本上你不用做太复杂的东西 是一些很重复性的 譬如说像长音啦 或是音阶啦 或者是 音跟音之间的连接的长音 这些都是很 重复性的动作 那这些 重复性的基本练习呢 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快进入状况呢 是因为 它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然后它是 重复 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让你 比较快的去抓到那个 音跟音之间的 感觉还有wave 因为它的变化性不会太多 然后重复性的东西呢 如果你有专注的恋呢 它其实也可以帮你 快速的让你进入到一种 所谓的 是一种心流的状态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很像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 你去学 学游泳 或者是你有没有练过跆拳道之类的 好我就举我以前在 练跆拳道的经验好了 教练呢他就跟我讲说你去 踢一个前踢的动作 然后他就让你做这个动作呢 左右脚的分别做 30次 40次 就看你可以做 几次 这样子 他就要求你 可是他就是 次数不会太少 一定是20下 以上 那当你呢 开始做到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 会进入到一种流的状态 就是 你会变得好像跟你身体 合在一起 这种感觉 然后你 也会因为 一直不停的重复 这个动作 所以让你 对这件事情 更熟练 等于就是因为 藉由你这样子 不停的 反复的动作 让你的身体 去知道 你应该要怎么 去运作他 那这些基本练习呢 他的作用就是这样 这个是你直接催曲子的话呢 是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因为曲子本身呢 其实是一个 像实战一样的东西 他就像是你要 嗯 他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多变化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 基本练习呢 他可以帮助你去 校正 你所有的嘴型 气息 呼吸 的最佳的状态 那当你在开始催奏曲子的时候呢 你也比较不会 好像都是用猜的 好像觉得说 这里好像快破音了 或是这里怎么样 你会很容易的知道 借由刚刚的这个 基本练习呢 去帮助你 知道每一个音 他应该要怎么的 去催奏 好了不知道今天的内容 有没有帮助你呢 更觉得就是 基本练习 并没有那么无聊 好了以上就是 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 订阅我的频道 为我的影片 按赞 还有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 那也非常欢迎 你们加入我的 线上教练课程 好那就这样 下次见 拜拜